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文瑜 今天这是我们人文科学讲座第二章的第一讲 第二章的题目是Mental Picture of the World 我们内心看到世界的画面 主要是我们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挑战 可是我们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 绝大部分都是由我们内心的画面所构成 跟事实的真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否足以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挑战 首先我们引一段19世纪的航海小说家Joseph Carnard 这个约瑟夫·康拉德在黑暗之心里面的一段话 他说呢 It is impossible to convey the life sensation of any given echo of one's existence 如果想要把我们对生命的激情或者是感觉要正确地传达出来 不管在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激情根据的是什么样的事实 再它代表的是什么的意义 它那些呢 隐微不见或者是生生盲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本质 It is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 We live a sweet dream 我们日子过得就跟做梦一样 而且呢 Alone 我们是只能自己来够承担这些生命中的激情 那这一段话呢 主要是说呢 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 你有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看法 那在你内心呢 能够引起什么样的共鸣 你呢 永远没有办法准确地传达给别人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呢 我们生命的一个悲哀 那我们看呢 这位大哥 三位大哥 每个人呢 都是活在世界上 可是呢 每一个人呢 看到的世界都是残缺不全的 那当然呢 我们要这样子讲的话 一定要我们的 一点 论述来支持我们的结论 就好像我们要支持呢 一百年前呢 这个航海小说家 康拉德的 这一段话 其实呢 大家都隐隐隐约约知道 只不过呢 没有完整的探讨 所以呢 讲起来呢 就是比较薄弱 好 现在各位看到的呢 是第二章 第一段 我所做的中文翻译 那这个呢 中文翻译 其实 也是蛮花时间的 那我们大概到第三章以后呢 就直接用英文开讲了 那反正是我写的英文 我随便掰呢 也不会错 好 我们看看呢 我们看到的世界呢 是似乎是如此多样跟辽阔 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的世界的画面 是来自于我们的想象 对于很多东西来说呢 我们的感觉是碰触不到的 最简单的就是 星星月亮太阳 或是远山大树 那也很难讲 我们呢 就是真的 摸到了 又会有什么样的记忆 我们大多数的人呢 在很年轻 甚至是在幼儿期呢 对我们看到世界的形形色色 就已经把它视为是理所当然 在我们最初 为什么为什么的好奇心消失之后 这也是我们呢 长期记忆开始的地方 因为我们说 因为我们说长期记忆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习惯性 我们习惯了 那就不 就不会大惊小怪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 留下来的长期记忆 也就是刻板印象呢 视为是理所当然 甚至把他认为是真相的一部分 这就好像呢 这个有人呢 印度教呢 把牛呢 视为圣物 跟以前呢 还有种族隔离的时候呢 黑人呢 只要进到白人的餐馆 就什么 全身发抖 害怕 怕人家呢 随时一阵毒打呢 把他赶出来 那 那个时候的黑人呢 把黑人的命运 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呢 这是要有人去挑战 那我们 面对的真实世界呢 往往是无法碰触的 就好像星星月亮太阳 有没有小朋友在问说 这个太阳是长得什么样子 他看到什么 他认为是什么 那就是那么回事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惰 因为呢 我们的人呢 其实就是什么 利用我们很少的一点 工作记忆去识别 事实的真相 但是这种能力呢 非常有限 但是 我们又不得不接受 即使是我们可以每天 碰到的东西 我们也不会呢 强迫自己去 全部呢 感受一遍 好像我们去街上呢 买裤子 这个老板说是 纯羊毛料 那你的眼睛看就很像是什么 是人造纤维 这时候我们就会什么 拿起衣服的一脚来摸一摸 把这个裤子拿起来摸一下 那当然呢 是在什么 比较下摆的部分 而不是呢 用我们的手呢 把整条裤子都摸一遍 来确认 那这个所以说 我们对这条裤子的认知是有什么 我们手上一点点的触觉 就是摸到这裤子的感觉 跟我们眼睛的什么 视觉 这两个联合作用 那整条裤子看起来资料是一致的 那我们只要测试一点点 那就可以断定呢 整条裤子都是用同样的材质 来这个做的 这跟孔子讲的什么 举一与不与三与反 无不与也 跟你讲 桌子的一个脚 要这样子做 那其他三个脚比照 这样子呢 你做不出来的话呢 那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出息 不会联想 不会呢 把小事把它放大 那我们不愿意去摸整条裤子呢 并不是因为我们怕把这个衣服弄脏了 而是呢 我们的视觉跟触觉呢 建构了整件衣服的质感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或多或少呢 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建构起来的 即是呢 通过工作记忆 来呢 获取长期记忆中的某些东西 我们的工作记忆 就是刚刚摸到裤子的触感 跟眼睛看到的 然后呢 跟我们以前呢 摸过的裤子呢 来做一个比对 那当然呢 还会参合的一点现场的移速 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呢 我们了解的世界 我们对世界的 内心的图像呢 是透过哪些过程 这样子的话 可以 适当的增加我们的知识跟经验 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 好 前面讲了这么多呢 天花乱坠 其实呢 已经又迷失了焦点 这第一段主要的意思呢 就是说 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 因为凭我们一点点的感觉 跟我们绝大多数的猜测 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呢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有意识的部分 另外一种呢 是什么 无意识的部分 还有一种是什么 我们的潜意识 明明知道呢 可是呢 并不一定能够表现出来的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看呢 这是我做的冰山理论 那这个世界呢 就好像我们在空气里面呢 所遭遇的形形色色 那人呢 就好像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 那我们的注意力 只有呢 左边冰山的什么 一角 这里可以感受呢 浪高浪低 这个海水冷暖 潮流的方向 那可是呢 是非常的有限 因为呢 只有七样的东西 那这是等一下我们 会呢 证明的地方 那我们的潜意识呢 就是我们脑海里面 也许是我们老早就知道的东西 还是呢 那我们脑子里面 综合各种感觉 跟前面买裤子一样 综合我们的触觉 跟我们的视觉 所做出来的判断 那这是我们潜意识的部分 还有一大部分呢 是我们什么 不知不觉 就是我们感性的部分 同样的情况呢 有的人会感到压力很大 有的人就是什么 吊儿郎当 好像呢 跟个没事人一样 那这个情绪化的反应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 来自我们的遗传 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 现在正在做什么 也就是跟我们的工作记忆 是不可分的 那这个呢 我们下一讲会再提到 好 那就我们再见了